就是说,一个星期的话,七天的话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心情,根据一些故事的搭配,对不对? 啊,实际上每天不一样,有可能每天一样,开心情。 给到我们所有朋友不一样的一面,对不对? 那作为我们的小时尚快闪店的店长,你是如何理解小时尚的概念呢? 小时尚?我觉得,命运是最好的形式了。 完美的诠释,对不对? 那用过我们这样一个通过Media的主题,你感觉它最吸引你的点在哪里? 最吸引我的点,除了高级的质感以外,还有时尚的外包装。 时尚的外包装。